张大哥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 我 我们能有什么事瞒你没 报告 这样 林积枫他们三个人都跑了 我们正在派人去追 你太不像话了 不让你好好看着吗 你能追上他吗 追不上吗 是吧 你赶紧叫咱们人回来吧 咱们还有其他任务呢 走 走 走 你看你这个哥 你自有散漫惯了 你说我能给他什么任务 对吧 老大 这是要去哪儿啊 去臣敲办点事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要杀人啊 对 要大开杀戒 驾 别问了 走吧 走吧 驾 走 你们干什么 跟我们走一走 有没有忙碗了 我就是忙碗了 没有 没有 去 去哪儿东西 去哪儿东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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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 张伟 给你限定的三个小时的时间 已经到了 你的证据呢 再稍微等一等 来了 走 快点 走 快 走 知道我为什么要推迟这次行动吗 因为我们的队伍里出了叛徒 快去 这样 来 交代一下 有什么好交代的呀 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抓我 我就是个开股董带的商人 但陈娇待得好好的 莫名其妙地就给你们抓来了 你这个叛徒 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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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 说 张队 张伟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是你爸爸的老部下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刚才听我说句话呀 我也是踏踏踏踏踏踏踏的中国人啊 中国人啊 这都不能怕错 张伟 这就是你花了三个小时 找来的证据吗 现在要打仗了 你们开什么玩笑 这不是胡闹吗 全体注意 向左转 前步走 我也是踏踏踏踏踏踏的中国人啊 真的不是叛徒啊 我真的不是叛徒啊 行了 我们都走了 报告 进来 市长 张老板被抓了 谁这么大胆 是林济峰 林济峰 对 林济峰把他抓到八楼那边了 林济峰 林济峰 就是这个村子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小岸 有 集合部队 出发 是 先集合 上马 出发 林济 李 您的意思是 今天晚上不走了 就在这儿过夜了 这山田泰军 命令咱们加速有行军哪 加速 扯淡 还是让咱们加速 加速去当炮灰 是要消耗八路军的齐平力量 我告诉你 我的弟兄不是人哪 今天晚上不走了 就在这儿过夜 他凭什么就在后边见线程呢 是吧 是 是吧 别让别进来 只要你告诉我谁是叛徒 我可以放你 你们不是已经知道是谁了 我知道 你是想让我点个头 还有证据 可是我就是不能点这个头 我告诉你 我可是张市长的人 我就是不能点这个头 嘴还挺硬是吧 兄弟 我也是被逼的 大家都说讨饭吃 都不容易 你这样 你这样 不告诉我叛徒也行 你告诉我日本人的部署 我怎么会知道日本人的部署 笑了 说是不说 反正你也没有证据 你要是再逼我的话 我就说你是那个叛徒 因为张市长和你的关系 我想 会有人相信我的话 会有人相信我的话 大侄子 你最好给你爸留点面子 你干什么 你至少留个活口了 好 东西一定在他身上 一定在他身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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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周围 后面有日本兵追上来了 大家全速前进 我们一定要把粮食安全运到 是 大家不要活 准备站到 我真没想到 日本人这么快就不好把粘 这就是个布袋阵 打个缺口就行了 就凭咱们四个 不 你们三个 老刘 照我好笑谱 好 放心 走 我来 我来 快点儿 我来 我来 你走 你走 我来 我来 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危机 大家说说看 我们有什么应对的办法 要不请求增援 已经派人去了 可是大部队要赶到这个地方 至少需要半天的时间 这恐怕是原水救不了近火呀 不要有什么顾虑 有什么想法 尽管说 要不联系一下陈桥国军 请求牵制一下日军 这倒是个主意 警部员 有 火速派人去陈桥 和那儿的国军联络一下 是 儿子 到 去陈桥 是 报告 进来 市长 共军送信过来 那我们要不要出兵 还是先请世界战区司令部 是 市长 市长 上级怎么说 上级只是说 让精官其变 静官其变 他们总是这样 这不是见死不救吗 那我们还要不要出兵 军人吧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是 我明白了 报告 进 大副 大副 冯马杆报告 刘总出现了八路军的骑兵队 不用理会 想打开突破口 没有那么容易 通知冯马杆 不要让部队分散 让李金堂的部队 快速前进 去 现在 还不到时候 想迎我分兵 忘心 来 走 好 尚伟 怎么样 陆东有回复没有 没有任何消息 那我们请求的增援部队呢 还在路上 看来 只有听天由命了 早知道是 来 梅子 这个人要马上送去手术 梅子 你在这儿分解伤人 是 快 把他抬进去 同志们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就一定能够冲冲发尾 上马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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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委 好 证委 证委 你们来了 好 好 歇下了 歇什么呢 走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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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八卢军的骑兵在母珠河的西岸撕开了一个两公里长的口子 我担心其他部队会利用点口跳出我们的包围圈 让冯芒杆和李金堂迅速向这里靠拢 把尺口拢上 哈姆速度不能走啊 我看 还是让帝国的骑兵出动啊 也好 我对你的战斗力 非常有信心 嗨 你 梅子 去照顾别的伤女 那你们 快去 好 我们的敌人佛志杰先命 是八路军的骑兵连 兵力部队 加快坐在搜索 救命 快 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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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趁我又跟我们打散吧 他在哪儿啊 骑兵队 元气大伤啊 但是我们拖住了敌人 敌人那这次扫荡终究会失败的 队长 下任务吧 报告 这位扫荡了 在哪儿 在东口 走 走 走 正伟 傻子 你 正伟 我不是你的正伟 王八蛋 你叛变革命 传卖同志 我 正伟 别动 正伟 我告诉你 我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 我给你一条活路 只要你跟我一块投降 我保证你 你多住口 正伟 你可别这样 你死到临头 还敢狡辩 我 别动 正伟 我告诉你别逼我 我要开枪了 正伟 这事 还不够 好正伟 我 好了 你 你 这事 这事 走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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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子 梅子 醒醒 梅子 梅子 哥 梅子 持过这道山我们就安全了 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 嘘 我 哥呀 我快走 我快走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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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最好的药 配最好的冰号餐 等他们醒了 马上向我报告 是 市长 给 我在哪儿 在陈强 你干吗 跟我一起那女孩呢 她没事 她没事 她在那边呢 你别动 市长 林继峰抓了你的老部下张老板 你为什么还要救她 我救她自有我的命运 林继峰只不过是一介武夫 抓张老板的主谋一定不是她 不是她 那会是谁 一定是张伟这小子 少爷 马上派人 给拔轮运送封信 告诉他们 林继峰在我这里 是 赶快去 同志们 这次我们在反扫道斗争中胜利了 骑兵队应计投攻 为了能够更好地抗击日本骑兵 我们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 恢复我们的骑兵队伍 如果有可能的话 还要扩大我们的骑兵 来痛击日军 你 在这次战斗中 我们牺牲了很多好同志 甚至于是我们的亲人 但是我相信 他们的血绝对不会白流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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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老大我哭啪邪了 什么 你再说一遍 他们都很安全 是詹言书救助他们的 对了 这是詹言书的信 看一看 太好了 看来 没有必要派人去一趟啊 是啊 另外 把古董店老板的势力送回去 好 可是情况紧急 派谁去呢 我去 好 就你去 这封信上也是点名让你去 站住 干什么去 我出去一下 去哪里 我是詹市长请来的客人 去什么地方 没必要向你们汇报吧 我们市长说了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 你不能随意乱走 姐姐 大小姐 您怎么来了 怎么了 她是我好朋友 我是来找她玩的 你们还管吗 我去哪儿 还给你 还这么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赶快请他进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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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回去躺着 你不用担心我 我已经没事了 那好吧 你们先聊着 我先出去玩会儿 没事 没事 你的伤怎么样了 好多了 还疼吗 来 来得够快的 来 来 来 坐下 够朋友 没事 那个 哪儿中弹了 胳膊擦了点皮 怎么样 我没事 他伤得比较重 我看人家比你强 你强调的 你都来了 走 不 他们这个唐副官 刚给我捎了个话 说人家张市长啊 觉得天色已经晚了 让咱们多待一夜 你们说呢 行 行吧 小牙 表哥 小牙 你怎么在这儿呢小牙 我来这儿弄两年多了 一直没看见你 我妹妹 怎么样 够威风的 走 跟我讲讲你打仗的事吧 不不不 我们 走吧 没关系 快点 一会儿再来 走 你 快点 报告 进来 张老板的尸体 要怎么处理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情 你去告诉林俊风 洪军一可以走 但是他林俊风都留下 他对对张老板的死 负责 是 你还会干这个呢 你还会干这个呢 一个人在外边 什么都得干 伤怎么样 还行 好吃好喝的 你还别说 你爹还挺够意思 嗯什么 你不太够意思 谁 这要是 唐副官不跟我说的话 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不告诉我呀 不拿我当朋友是吧 老爷子是国民党 儿子是共产党 有点意思啊 别说这个了 说说说说 没什么好说的 说说 没什么好说的 坐下 说 往事难重醒啊 七思 饿似喜悲人呐 小时候 就那个 张市长 带着我从老家一直达到了东北 投了少帅 那时候小 我就愿意趴在她膝盖上 她就 这样 捏着我耳朵给我唱歌 唱那个 那个那个 菩萨大海 哪个小情骂茂阿多为桑而松柳 真是一个好的 好市长 带兵打仗执行命令 就是这个执行命令 日本鬼子打沈阳城 他也恨得压根儿之痒痒 可是上级让他不抵抗 他就不抵抗 我怎么说他也不听 结果那一仗 死了多少人 怎么哭的呀 道不通不相为谋 我走了 头烟奔抗大 几年了我都把他忘了 谁知道 我到了陆冬 张师长到了陈巧 我们俩又见上 你怎么跟你爹 张师长 你爹 从我离开家那一天起 我们俩就断了一切关心 生在府中不知府啊 等什么时候你像我一样 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你就该后悔了 不说这些 他问没问张老板的事情 问也没关系 你就说是我杀的 要是可能的话 你带着洪击大前走 人是我杀的 不管怎么样 他不可能置我们于死地 没事 读书人也知道讲义气 用得不是地方 你现在是陆冬八路军的灵魂 你的重要性 你自己应该清楚 等我伤好了 我自然会出几项结果 头 周大厂 我不同意 他现在伤还没有好 我怎么可能把他一个人留下呢 如果我们现在不走 万一张市长翻了脸 咱们三个谁都走不了了 你先回去吧 我留下 我就知道是这种结果 算了 我再想个办法吧 好 好吃 好吃 好 吃吃 对了 舅舅 我明天可不可以不去参加张老板的葬礼啊 随你 舅舅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林继峰留下呢 他是个祸害 他怎么是祸害了 人家都说他是路通地区的大英雄 是专门杀鬼子的大英雄 小雅 小雅 你还小 你不懂 那表哥呢 为什么你也不拔他也留下呢 你今天晚上哪来这么多问题啊 吃饭 快 怎么了 快 快跟我走 去哪儿 趁我舅舅还没有出病回来之前 我们先赶紧走 反正我舅舅的病是没有敢拿我的 你们相信我好不好 快跑 试试吧 准备了多少人出病啊 安排了一个牌 乐队安排好了吗 都已经安排好了 两个军乐队 一个国乐团 都 进来 师傅 林几峰跑了 你们这几个饭头能干什么 连个人都看不住 要不要马上去追 怎么追 怎么追 来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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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几峰呀 林几峰 你还真是个有福之人呀 这个张伟是遇见大小姐了 要不咱们歇会儿吧 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再说吧 他说 他说是谁 和我找到安全的地方 他说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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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谁 我想看你 你认识 他说是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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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啊 那个莫小雅还真是娇小姐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呢 不过啊 他这人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 是啊 他还是个孩子呢 对了 你平时啊 多照顾照顾他 这个多泡一下 嗯 發射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遍 不遍 太陽 放器 这群小鬼子太坏了 用骑兵扫荡 咱们根本追不上他们 都已经三个村庄了 再这样下去 都不知道会死多少百血 看来 重建骑兵队是迫在眉睫 张伟 你作为骑兵队长 可要抓紧时间 培养出一批新的骑兵队员呢 人是有的事 可是马呢 老柳 听说这个骑兵队要扩建了 正在招兵买马呢 是不是 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吗呀 咱们已经是骑兵队的人了 就你那骑兵队 我真应该好好练你 你那马骑得不如我快的 你看我骑 他说我削你我 轮上那毛头小伙子 教训我 一边玩去 骑兵队真的扩建了 我哥怎么没有说呢 我哪知道了 回去问你哥去 不行 那我也要参加 哎 奶毛还没长干呢 也想当骑兵 涛涛 我告诉你啊 我参加骑兵队了 你参加骑兵队了 啊 我也要参加 哎呀 你这坨就别参加了 什么马呢进都住你啊 我可是给李仅田放个马的 你本事呢 你 就你这体干 你来马当你的家不起来 反正我已经报上名 你报名了 你不知道 都在张队长那报名了 我现在报名来得及吗 来得及 我哥说了 现在最缺的是马 不是人 那那那那我 我先我先报名了啊 我去啊 上次战役 我们大败拔路军骑兵队 估计拔路军的骑兵队 彻底消失了吧 所以 我们还是要按照原来的方针 将骑兵队打散进行行动 分散扫荡 我们也进行游击战 看看拔路军有什么好办法 粮食 从现在开始 一切都要围绕着粮食 优优独 Jup